第263章小小出手 苏小小当着众人的面料下狠话 注视令人惊了一把 然而并没有人相信她 就连被她的医术所折服的扶郎中 也并不认为她能在三个月内 整垮胡九生的人心堂 秦燕燃一脸惋惜 你这是何苦 别快说气话了 给胡小姐道个歉 我相信胡小姐大人有大量 不会和你计较的胡碧云哼了哼 说道你错了 秦小姐 我还真计较上了 我等着她怎么让我们胡家的人心堂 从状元街上消失 姑娘 药铺老板虽说住籍脱手自家铺面 可到底不是啥大奸大恶之人 她劝道 别与胡家作对 你干不过的李宝人没吭声 方才听到说他们二人治疗过某位侯爷 她还暗自窃喜 自己这一单是遇上了贵人 哪知转头 二人就把胡家给得罪上了 得 也别劝了 三个月后 她等着来做他俩的生意 不是卖就是租 回去的路上 扶廊中几番欲言又止 告诉苏小小开了口 你爹当年是因为犯了什么事离京的 有关他爹的事 他本该烂在肚子里的 可说不上来为什么 他对他就是有一股莫名的信任 他说道 十多年前 我爹去昭阳殿为太皇太后请平安卖 回来的当晚 他脸色就不大对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 只是太累了 可没过几日 我爹就服毒自尽 我娘和我带着我爹的关救回乡 让我爹入土为安 我爹是大夫 他自有让自己看上去与死人无异 躲过了重重盘查后 我们顺利抵达了青州 苏小小问道 知情者除了你们 便只有汇绝师态吗 扶廊中道 没错 我们之所以能在青州安顿下来 多亏了他老人家暗中帮忙 苏小小摸了摸小下巴 我一直很好奇 汇绝师态究竟是何等身份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扶廊中摇摇头 我其实也不清楚 他在俗世的身份 你别看我有个做太医的爹 可我资质愚钝 没能考入太医院 见世面的机会不太多 我娘肯定是知道的 只是她并没告诉我 或许 她是想保护我吧 知道的太多 有时并非一件好事 最后一点 苏小小是赞同的 至于说资质愚钝 苏小小并不这般认为 这世上 有人少年成名 有人大气晚成 不可一概而论 苏小小问道 你方才说 是胡九生出卖了你爹 扶廊中回忆道 那日 本该是胡九生 去为太皇太后请平安卖的 他吃坏了肚子 我爹才代替他去了 苏小小摸了摸小下巴 所以你爹 是替胡九生背了锅 扶廊中叹气 不知道算不算背锅 我爹原本打算谎称自己什么也没诊出来 是胡九生对当时的怨判大人说 我爹一直有写一案的习惯 我父亲自知躲不过 这才决定假死离京 苏小小很纳闷 查出了什么 竟然惹来杀身之祸 扶廊中神色复杂 我也是偷看了我爹销毁前的一案才知道的 那一页纸上没写病人是谁 也没记录时辰 但我知道 那就是朝阳殿的 整张纸上只写了两个字 喜麦 到家后 三小只肚子饿了 想吃大肉包子 苏小小出去给他们买 当苏小小端住一满波大肉包子往回走时 不其然地被一个闷头往前冲的女人撞了下 苏小小这蹲位 被撞倒是不可能的 倒是对方亮呛住朝前跌倒 苏小小腾出一只手 扶了他一把 他看也没看苏小小 滴滴到了声泻 便裹紧了身上的披风 匆忙往前走 苏小小古怪地朝他的背影望了过去 他刚刚是眼花了还是怎么住 那个人怎么长得有点儿像 太皇太后 可太皇太后在宫里 不会独自一人出现在大街上 女子匆忙钻进了一条巷子 他戴好披风上的帽子 一边走 一边警惕地回头 来到巷口 他瞥见一道灰色身影 吓得立马缩了回去 他原路返回 进了一间成衣铺子 老板娘热情招呼 这位夫人 您想挑料子 还是买成衣啊 女子回头 心不在焉地说 料子老板娘笑道 咱们铺子新来了几匹上等的警断 夫人稍等 我拿给您瞧瞧 女子嗡了一声 老板娘转身去货架上取衣料 忽然 一并尖锐的匕首 抵住了女子的后腰 女子身子一僵 挥袍男子用宽大的袖口 遮住匕首 另一手扶住他往外走去 老板娘抱着料子一回头 姑娘 就是这两匹 咦 人呢 女子被对方带进了一个僻静的胡同 推进了一间废弃的宅院 男子将他随手推倒在地上 另外几人从屋子里窜了出来 其中一个刀疤脸看了他一眼 色眯眯的搓手笑道 这么俊的娘们 五哥 上门弄到的 男子冷膜一扫 他不是你能碰的刀疤男委屈道 摸两把也不行吗 男子冷声道 想让我剁了你的手 你只管试试 刀疤男后退了两步 男子吩咐道 我出去一趟 你们几个看住他 别让他跑了 刀疤男道 知道了 五哥 你去把男子转身出了宅子 确定他走远了 刀疤男在女子身边蹲下 他猥琐的目光落在女子的身上 随后他挑起女子的下巴 老周 五哥说了 不能碰他 老子碰一下怎么了 又不破他身子 不过 他瞧着也不是小姑娘了 早让男人破身了吧 老子先玩两把 后面是你们的 女子生得实在貌美 容颜如玉 气质出尘 宽大的衣袍遮不住他 玲珑别致的身段 哪个男人拒绝得料如此有误 几人不吭声了 刀疤男一把将女人抱起 不顾女人的挣扎 踹开大门 将他粗暴地扔在了凌乱的床铺上 他栖身而上 女人惊恐地看住他 眼底落下痘大的泪珠 院子里 三人面面相去 不会闹出啥事吧 你不想尝尝那个女人 啥滋味儿呢 五哥怪罪起来怎么办 出生入死的兄弟 沦为了个女人和兄弟翻脸 屋子里传来摔倒的动静 是女人想逃 又被刀疤男摁了回去 三人邪笑 回头望瞭望紧闭的房门 下一秒 一把冰冷的匕首 抵在了其中一人的脖子上 那人脖梗一凉 你 他没有开口的机会 苏小小一刀封喉 另外二人察觉到有人闯入时为时已晚 苏小小刀柄一转 刀刃反射的寒光闪过二人的眉眼 二人连反抗都来不及 便直勾勾地倒在了地上 苏小小一脚踹开房门 走上前 抓住刀疤男的衣领 正要一刀封喉 他看了眼床铺上惊恐不已的女人 刀柄一转 一手肘自上而下 狠狠击中他头顶 刀疤男两眼一翻 不省人事 苏小小丢麻袋似的将他丢在了地上 苏小小看向床铺上的女人 自己没眼花 果真是太皇太后 苏小小来得及时 太皇太后的衣衫是完整的 披风被扯下来了 苏小小走过去 拿起披风 罩在她微微发抖的身躯上 她睁着泪水朦胧的毛子 看住苏小小 不知是不是退去了宫庄的缘故 换上不一罗裙的她 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 虽然这么说很是荒诞 但苏小小觉得自己不是在看太皇太后 而是在看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 苏小小为她系好披风的丝带 不由地带了几分哄孩子的语气 太皇太后 没事了 太皇太后没说话 苏小小想起还有一个男人 似乎是这伙人的头目 武功与警惕性皆非四个色胚可比 苏小小欲示对她道 我们先离开这里 太皇太后微微点了点头 苏小小带着她出了宅子 他们前脚刚走 那名男子便回来了 他看住满院子的尸体 眼底闪过惊怒 全是一刀封喉 京城几时来了这样的高手 第264章射牛的大虎 出了屋子 苏小小抱起搁在石桌上的热波波 带着太皇太后离开了这座宅子 苏小小在前面走 太皇太后一言不发地跟住 也不发好施令 让苏小小送她回宫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她难不成要跟自己回家 这可是太皇太后啊 苏小小想了想 顿住脚步 转过身来看向她 在皇宫里 她虽然没有对人遗旨气势 但却端住属于太皇太后的身份 给人冷漠疏离 以及高高在上的感觉 眼下也不知是不是受了太多惊吓 她的脸色微微惨白 显得累弱又可怜 苏小小问道 我现在送你回宫 太皇太后又不说话了 得 八成是偷溜出来的 苏小小没问她为何出宫 走吧 苏小小说 太皇太后看住苏小小的背影 眸光动了动 到底还是跟了上去 二人来到一座 干钱静静的小庭院 苏小小推开院门 对她道 进去把太皇太后一愣 苏小小 这什么表情 苏小小问道 你以为我方才是要送你回宫 太皇太后微微点了点头 太皇太后在宫里 是人人巴结的对象 可倘若偷偷出了宫 就是不该招惹的大麻烦 苏小小叹道 哎 我又没马车 难道要走去宫里吗 一来二去的 我买的包子都凉了 三个小家伙 还等着吃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呢 太皇太后看住她怀里的波波 一时间无言以对 想到什么 苏小小问道 对了 在外头称呼太皇太后不太好 把她顿了顿 轻声道 白熙和夫郎中 没见过太皇太后 苏小小告诉她 这是一位在路上遇到的病人 因医馆尚未开张 里头什么也没有 只得先带回家里来医治 夫郎中不宜有她 三小只闻着肉包子的香味 哒哒哒地跑过来 娘 太皇太后看看三个小豆丁 又看看苏小小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三人很快看见了屋子里多出来的陌生人 太皇太后的容貌太年轻了 一点也不像三十出头的人 说她二十都没人怀疑 三人歪头 萌萌大的打量她 大虎问道 娘 这是姨姨吗 大虎早不说碟字了 除了喊姨姨 是苏玉娘要求的 笨 苏小小看了一眼 太皇太后白夫人大虎 哦 白衣苏小小 这是什么自来熟的本领 太皇太后 没在几个小豆丁面前摆架子 事实上 从出了宫 苏小小就发现 她身上毫无架子 三小只一口一个白衣仪 太皇太后应得脸不红 心不跳 苏小小 那 宫里十几年不是白混的 大虎 二虎 小虎苏小小 给太皇太后依次介绍了三小只 随后又对三人道 去洗手 吃包子 洗过了 小虎举起自己的小手手说 苏小小笑了笑 将波波放在堂屋的桌上 自己拿三人一人 拿了一个大肉包子 娘也吃第一口 都想投喂给她 苏小小笑了 娘不饿 一会儿再吃 给白衣和夫爷爷 拿一个大虎说道 我拿小虎争抢道 我拿 和大虎的斗争又开始了 最终 扶郎中与白衣和各自拿到了两个大肉包子 一个来自大虎 一个来自小虎 苏小小将他带去了自己屋 我去做饭 白衣和愣愣道 不是买了包子 苏小小 你对前犯人的食量一无所知 苏小小去了造屋 白衣和拿着肉包坐在床檐上 开始细细打量这间屋子 不算大 但却前进整洁 没有过多女儿家常用的东西 譬如绣篮 绣架等 倒是放了不少孩子们的玩具 他低头 看了眼手里的大肉包子 拿起一个 轻轻咬了一口 自从入宫后 他再也没吃过民间的东西 嘎吱 门被推开一条小缝隙 一颗圆溜溜的小脑袋 叹了进来 白衣白西河 正正地看住小家伙 二虎 一 二虎惊讶极了 这么快就把他们分清楚的大人很少建立 二虎是来送包子的 三小只最腹黑的就是他了 不和弟弟哥哥争 保持了小绅士的形象 再悄悄咪咪的过来 接接是实现了一波小殷勤 没办法 白西河太美了 让小孩子很是喜欢 当然 他们最喜欢的依旧是娘亲 白西河道 我吃不完的二虎道 你可以留着明天吃 敢让太皇太后吃过夜的东西 小家伙你胆子很大呀 白西河笑了 好 我明天吃二虎刚走 大虎过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盘子 看到他手里多出一个包子 大虎瞬间就知道二虎来过了 他也没说啥 只是把盘子递到白西河面前 白依依 你可以把包子放到盘子里 白西河正未拿不下三的大肉包子而发愁 不由得觉得眼前的小家伙太贴心了 多谢他把包子放进盘子 大虎将盘子放到床头柜上 坑齿爬上床 坐在他身边 一本正经的样子 像极了小大人 白依依 你是哪里人 白西河说道 我是通州人 通州在哪里 大虎没听过此地名 白西河望向窗外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坐马车一直往西走 大概两个月就到了 大虎煞有介事的点点头 那是好远他们从老家过来 只走了一个月 你们多大了 白西河问 三岁大虎说 白西河接触的小孩子有限 可他总觉得 别的三岁小孩似乎没这般懂事乖巧 他哪里知道 三个小家伙的实际年龄还不到三岁 大虎问道 白依依 你也有小宝宝吗 苏玉娘有小宝宝 小吴是有小女儿 小赵氏是得了的儿子 大虎就觉得 叫姨姨的 都是有宝宝的 白西河被问住了 半上 他轻声说道 我没有这辈子也不可能有 大虎想了想 慷慨地说道 没关系 我有两个弟弟 可以送一个给你 白西河 第265章惊喜 苏承在马场关了数日 接受两位大佬的轮番轰炸 终于在今日 他接住了苏硕的三招 此前他们是打过赌的 接住了就放他回来一晚 苏硕还算信守沉默 苏承骑上自己的马 迫不及待地回了梨花巷 这段日子 也不是白给俩人当沙包的 他有工钱的 一日十两 表现好的话二十两 不然他怎会心甘情愿待在那里 他已经挣了一百两了 他给闺女买了一堆真的碧玉珠花 一会儿他要给大胖闺女一个惊喜 到巷子口 他便下了马 牵着马儿来到门口 他先朝里头望料望 确定大家不在前院 他悄悄地将马儿牵进去 马儿打了个响鼻 他赶忙食指一笔 嘘嘘嘘 小马居正在院子里吃饲料 见到苏承回来 兴奋地蹦跋到苏承面前 苏承吓坏了 唯恐动静太大被发现 那样惊喜就没了 苏承小声道 乖乖马 别叫 别叫小马居 宝宝就没有叫过 苏承安抚好小马居 拴上自己的马儿 捏手捏脚地去了后院 大胡已经从房里出来了 三个小家伙在造屋里啃香肠 苏承是往造屋望了眼的 不见闺女的身影 才认为闺女应该是在自己屋 其实苏小小是在柴房 挑些好烧的干草 苏承鬼鬼祟祟地来到门口 敲咪咪地推开一条小门缝 看看闺女在不在 白熙和察觉到了不懂寻常的动静 他刚经历了一场凶险 整个人异常敏感 他并不知是苏小小的家人回来了 毕竟 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一看就不是好人 兴许 是那个人追来了 白熙和心口一震 在床边摸到了一根棍子 他一步一步挪到门后 双手举起棍子 当苏承拿出白玉珠花 一把跳进屋里时 白熙和一棒子朝他闷了下去 苏承浑身一僵 下一秒 他两眼一翻 狂吐舌头 直勾勾地倒在了地上 他绝没料到 他苏承也有被人打闷棍的一天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晚饭是粉蒸排骨 鸡鱼豆腐汤 百合蛋羹 腊肉炒饭 并两道清炒的小菜 苏二狗与苏齐 苏玉出去了还没回来 扶郎中则是被老侯爷身边的侍卫接走了 一家人坐在堂屋的饭桌上吃饭 苏承的头顶缠着纱布 鼻青脸肿地坐在凳子上 爷爷肿磨了 小虎问 苏小小看了苏承一眼 爷爷自己说苏承轻了轻嗓子 郁闷地说道 爷爷摔了一跤 总不能说自己被个女人敲闷棍了 传出去他苏恶把的威名还要不要了 二虎不忍之事 你摔得好惨哦 大虎传授惊艳 要抱头苏承 白熙和并未上桌吃饭 倒不是他把人家亲爹敲了闷棍 他不好意思 好吧 也的确有点儿不好意思 也不是刻意避嫌 主要是一个大肉包子下去 他吃撑了 饭桌上 苏小小与苏承说了盘店铺的事 抱歉 没事先和爹商量 苏承白白手 生意上的事 你自己做主就好 我也不懂 要铺多少银子 六千两 对 苏承栽倒了 晚饭过后 苏小小回了自己屋 他没催白熙和走 也没问白熙和有何打算 他只是在桌边坐了下来 拿了纸笔开始绘图 铺子虽不必大改 但后照房 他打算把两件隔成四个小间 另外前前后后的门槛也得做一些处理 今天 多谢你 白熙和说道 嗯 苏小小不明所以 上次也是白熙和又道 算上桃园那回 苏小小救了白熙和两次 苏小小抬眸 哦 不客气 继续埋头绘图 白熙和入宫多年 顶住最尊贵的身份 却过着隆中去的日子 早已对万事万物万念俱灰 然而这个不经意间闯入了他视线的小丫头 引起了他的好奇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白熙和不经心想 但很快 白熙和意识到自己不该对任何人产生好奇 毕竟 他垂下眸子 轻声开口 你呢 送我去长流街的白云茶宣吗 我太久没出宫 不记得录了长流街距离梨花巷不远 苏小小记得今日去看铺子时 的确路过了一间白云茶宣 好 你等一下苏小小去苏城那边打了招呼 说自己送患者回去 苏老爹有些不放心闺女 可三个小家伙困了 二狗又不在家 他得看住他们 苏小小道 放心吧 爹 很近的 就在长流街道长流街治安不错 苏城时常见到巡逻的侍卫 他没在阻挠 让苏小小早去早回 白熙和戴上披风的帽子 苏小小顿了顿 说道 你用我的披风吧 白熙和的披风被那个人见到过 万一碰上 一眼就能认出来 白熙和换上了苏小小的披风 有些宽大 带着前进的灶脚香气 闻着令人莫名安心 苏小小把白熙和送去了白云茶宣 白熙和上了二楼 进了最里边的一间厢房 灵溪郡主急得团团转 终于看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孔 灵溪郡主如是重负 哽咽着上前行了一礼 太 夫人 夫人您没事吧 一直等不到您 灵溪吓死了 白熙和的声音 恢复了一丝太皇太后的清冷 出了一点意外 已经解决了灵溪郡主自责的问道 什么意外 都怪灵溪没保护好您 白熙和说道 与你无关 是我自己走散了 灵溪郡主抹了抹眼泪 宫门快关闭了 我送您回宫把白熙和的目光 透过悬窗 望向漆黑一片的小巷 黑暗中 苏小小默默转身 没入了无边夜色 苏琪与苏玉一直到半夜 才把苏二狗送回来 苏二狗累坏了 倒头就睡 苏小小对苏琪 苏玉说道 明晚也还是要拜托你们 带二狗出去吃饭 不过 不要玩这么晚了 二人一口同声 你明晚也有事吗 问苏小小点头 第266章受宠若惊 苏承在家过了一夜 一日天不亮便起了 苏小小去后院 看到自家年轻俱美的老爹 正在空地上打拳 不由得纳闷 爹 你起这么早 苏承说了拳 挠挠头说道 啊 这几日都起得早 好像习惯了 你再多睡会儿吧 一会儿我出去买早饭 不用你做苏小小微微一笑 没事 反正我也睡不住了 苏二狗知道 他最近几日可能会很忙 暂停了国子监的订单生意 今天他不用做太多 不费什么力气的 他做了绿豆糕与肉松下的二狗饼 早饭是小米粥与韭菜鸡蛋饼 吃饭时 他说起了找工匠的事 后照房我想隔一下 图纸我画好了 需要不少隔板 先找个木匠 大虎忽然抬起头来 娘 木匠可以找刘爷爷 苏小小问道 是哪一户 大虎掰住手指投鼠 往师父家走 第三户 苏承惊喜道 哎呀 大虎会数数了 小虎也会 小虎掷地有声地说 苏承乐了 小虎能数到多少 小虎自信满满地说道 一百 苏承笑道 小虎真厉害 输给爷爷听听 小虎开始数自己和大虎 二虎 一 二 三 一百 苏承 苏小小被小虎逗乐 笑了笑 回应大虎道 行 娘记住了 那接下来 只需要再找个铁匠了 大虎再次抬起头来 铁匠可以找张爷爷 苏小小微恶 张爷爷又是哪一家 大虎往西头指了指 往那边走 第一户 那是与状元街交接的一户 苏小小就道 我每天打他家门口路过 没听见打铁的声音啊 大虎确定他是铁匠吗 大虎无比确定地说道 张爷爷可会打铁了 他的铁铺不在这里小家伙 你了解的情报挺多呀 想到了什么 苏承沉思道 知你和扶郎中忙不过来吧 是不是还得顾几个下人 大虎脆声声地说道 可以上周阿婆家问问 苏小小小胖身躯一阵 你连人牙子都认识吗 早饭过后 苏承回马场继续当沙包 临走前 他将自己的全部家当 偷偷塞进了苏小小的书袋 当苏小小看到那些皱巴巴的银票 与大小不一的银客子时 心口微微发烫 他给他的钱 他一个铜板也没花在自己身上 他自己挣的钱 就更不必说了 全在这儿了 一瞬间 手里的银票与银客子 重入千金 这一刻 他忽然觉得发家致富 已经不够了 他要在京城闯出一番天地 带着他爹走上人生巅峰 苏奇 苏玉过来的晚 早饭已经没有了 万幸还有苏小小做的点心 二人带着苏二狗 愉快地去了国子舰 苏小小把三小只 送去凌云那边 随后苏默的马车就到了 苏小小记起昨日的事 问道 昨天魏婷是怎么把你引开的 苏默道 他说有事和你谈苏小小 就这 苏默正色道 比起他夜半三更闯入你闺房 让他在宫门口的马车里 与你说话 更让我放心苏小小挑眉 你知道什么是车证吗 苏默一脸茫然 有关偶遇太皇太后的事 苏小小暂时没指挥苏默 他下马车后 直接进了宫 今日静宁公主来得早 经过两日的用药 他脸上的痘痘几乎看不出来了 他仍戴着面纱 是他生的不好看 平日里也戴的 但从他光洁的额头 大家不难看出他的痊愈 才两日啊 这可太神奇了 静宁公主进客室 发现第一排左桌已经坐了人 他的位置自然无人敢站 被站的是苏小小的座位 其实 父子并没规定座位 大家随意坐的 只有两位公主的位置无人敢站 胡碧云看住静宁公主 前进了许多的额头 心中更是对父亲的药称赞不已 他因此也有了一丝 与静宁公主结交的底气 公主他微笑 正要起身行礼 就听得静宁公主冷冰冰地说道 谁许你坐这儿了 胡碧云一愣 静宁公主冷声道 起开 胡碧云当众丢了脸 苏小小走进客室时 气氛怪怪的 所有人都神色复杂地看住他 他没在意 如往常那边 坐在了静宁公主的身边 静宁公主没碾人 千金门面面相去 若说方才他们还在猜测 静宁公主撵走胡碧云 是因为她今日心情不好 眼下他们全都明白了 静宁公主根本就是在 弃胡碧云 抢了那个乡下丫头的位子 搞什么 一个乡下丫头 是怎么巴结上静宁公主的 给 今早刚做的 热乎的 苏小小从书袋里 拿出了一盒点心 一股诱人的苏香 瞬间传了出来 众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静宁公主将盒子接了过来 刚刚有个人做了你的位子 苏小小 哼 静宁公主又道 被我撵走了苏小小 哦静宁公主 本殿下是在宠你 赶紧给本殿下受宠若惊 上午是英律课 昨日将夫子有提前通知大家带争 苏小小自然也带了 是小虎的那一把 他有征得小家伙的同意 客室的桌子不够放长 上课地点选在户外的回廊上 工人们早早地摆好了 秦桌与铺团 众人把链针拿了出来 静宁公主与惠安公主的链针 都有出处 是周国的三大名针之二 秦燕燃的链针也不差 一旁的凌如月道 秦小姐 你的针好特别啊 不会是刘盈吧 秦燕燃微微一笑 正是刘盈刘盈 西晋名针 虽比不上两位公主的 可在千金们的链针里 荡鼠一起绝尘了 就连灵溪郡主的针 都被刘盈比了下去 另一边 苏小小也把链针取了出来 刚摆上去 就有人扑斥笑了 凌如月八卦地问道 李小姐 王小姐 你们在笑什么 李家千金说道 有人居然带了一把破针 这把针的尾部 却有一个刀口 像是被利刃生生劈了一刀似的 敬宁公主去如厕了 这会儿不在 不然大家可不一定有胆子 如此奚落她 秦燕燃看了一下那把琴 眸光微微动了动 很快又摇摇头 微笑着说 这把鸾针 有点像传闻中的九凤九凤 七国第一名争 拿周国的三大名争与他比 其性质不亚于月季碰瓷 他的主人是素有琴仙之称的琴师 纳兰云 他是数百年来最具天赋的琴童 七岁成名 十岁名阳七国 传言他是北燕人 也有人说他是西晋人 他身份神秘 行踪鬼秘 自三年前受邀至西晋皇室 献了一首曲子 随后便销声匿迹 有人说他归隐了 也有人说他死了 总而言之 见过他的人少之又少 见过九凤的也不多 秦燕燃也只是在画像上 见过九凤 凌如月吃了一声笑了 居然拿了一把假针过来 众人纷纷朝苏小小 投去一样的目光 没错 没人认为这把鸾针是真的 毕竟 一个乡下丫头 怎么可能拥有真九凤 第267章真假九凤 秦燕燃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是在哪里买的秦 是不是被人骗了 此话一出 瞬间让所有人脑补了一出 苏小小贪慕虚荣 结果被人当冤大头 给宰了的精力 凌如月讥讽地笑了 有人想买九凤 却根本不识货 买了的假的回来 也不想想 九凤是随随便便 见得到的 出什么事了 静宁公主的声音 乍然出现在众人身后 众人后脑勺一凉 立刻停止了 对苏小小的奚落 回到了各自的位子上 静宁公主 在苏小小身侧坐下 回廊一排 只能摆下两张琴桌 静宁公主与苏小小坐了第一排 惠安公主到现场时 只剩下第二排 惠安公主倒是没觉得 苏小小抢了自己的位子 毕竟第一排的位子里 肯定有一个是静宁的 谁让静宁是敌公主呢 至于静宁身边的位子 哼 打死他也不做的 他也不大想坐在静宁身后 秦妍然事实地替他解了为 惠安公主 您来这里坐吧 他把自己第三排的位子 让给了惠安公主 他自己则坐在了静宁公主身后 他听见静宁公主 吩咐身边的小宫女 去库房取一把针来 逃之正要应下 苏小小说道 不必了 我的针挺好的 好什么好 都破了静宁公主顿了顿 岳母是觉得小丫头 是不想麻烦自己 他于是说道 我和你换秦妍 然怀疑自己听错了 这小胖丫头 究竟给静宁公主 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让静宁公主 主动把自己的针交换给她 然而更震惊地还在后头 不行的那丫头竟然拒绝了 为何 静宁公主心道 不用不好意思 你有恃宠而交的资格 苏小小直言道 我不知道小虎同不同意 你碰她的针 静宁公主 英律课的夫子 是一位宫廷的大乐师 姓高 精通英律 善古琴 鸾征与长笛 是综合能力优秀的夫子 他也注意到了苏小小的鸾征 然而与在场所有人一样 他也不曾见过真正的酒缝 仿情倒是见了不少 这一把仿得十分拙劣 又破又旧 连漆都掉了 针手上还有一道刀痕 假的不能再假 高夫子冷冷一哼 一眼也不愿多看了 宫学的千金们 大多是有英律基础的 譬如秦燕燃善古琴 胡碧云善鸾征 王小姐善长笛等 然而宫学主要是为两位宫主开设的 其余人只是半读 宫主不会 他们就得跟住从头学 高夫子从鸾征的构造 以及弓 伤 脚 灰 与五音叫起 惠安公主听的云里雾里 拨出来的琴音与小虎的 有的一拼 她继承了贤飞的美貌 也继承了贤飞的头脑 静宁公主也是鸾征的初学者 然而其展现出来的悟性 将草包妹妹秒的扎都不剩 秦燕燃有古琴的基础 上手也挺快 高夫子最满意的两位学生 当属秦燕燃与静宁公主 惠安公主是令高夫子头疼的存在 可人家是公主 她不得不硬住头皮胶 其次是冷指弱 她的鸾征也学得乱七八糟 你会了吗 静宁公主问苏小小 苏小小 啊 会了静宁公主一脸怀疑地看住她 是吗 我怎么觉得你不会呢 今日理论居多 没正儿八经的学习乐谱 处在高夫子喊一个音 大家弹一个音的阶段 秦燕混在一起 一时倒也不鲜 太皇太后奉体可还康健 休息时 苏小小忽然问静宁公主 静宁公主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你突然打听太皇太后做什么 苏小小不好说 自己是来确认太皇太后 昨夜有没有安全回宫的 她将白日里在桃园发生的事说了 听到竟有毒蛇触没 静宁公主皱起了眉头 自幼在皇宫长大的她 要说没一点脑子 怎么可能 她又不是会安那种草包 这分明是有人想暗算太皇太后 其实 我曾听到过一些传言 静宁公主四下看了看 结伴去如厕的千金们 陆陆续续回来了 静宁公主没再说下去 直到 今早我在亭子里 看见她老人家了 她气色还好 应当没受太大惊吓 老人家是尽称 其实太皇太后 比皇后还小几岁呢 苏小小扶了抚琴弦 下午是将夫子的课 第一堂讲论语 第二堂讲诗经 又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放学后 苏末来接苏小小放学 看住第一公子的眼里 只有一个乡下的小丫头 可把千金们极度坏了 胡碧云也很是极度 胡家并不算太显赫的世家 是靠着三殿下的举荐 胡家才得了一个参选的名额 他不负众望考上半读 他爹也不负众望 当上太医院院判 近日 上胡家说清的人 几乎踏破门槛 然而那些公子 他一个也瞧不上 当然他也明白 正北侯府这样的三英世家 不是胡家高攀得起的 除非 苏末自己看上他 胡碧云忽然有些后悔 昨日与苏小小翻脸的事了 倘若自己拉拢他 是不是就能 苏末的马车走了 莲子被风掀起 胡碧云看见 那个云端羔羊的男子 拿了一罐子核桃 递给那个小胖丫头 眼底带着笑意 到家后 苏小小按照大虎说的 去了出家门 往东走的第三座宅子 院门是敞开的 苏小小站在门外问道 请问 有人在吗 一个与苏城差不多年纪的男子 打着喝歉 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找谁呀 苏小小说道 我找刘伯 啊 你是大虎的娘吧 对方的瞌睡似乎瞬间清醒了 苏小小点点头 我是对方展颜一笑 我是刘四合 你叫我老刘就行 你是不是要找木匠 苏小小一愣 笨 刘四合笑道 大虎中午过来和我打过招呼了 苏小小 这孩子是要成金啊 苏小小道 我需要做一个牌匾 另外我想打一些家具与两堵木墙刘四合十分专业的说道 家具与木墙有图纸吗 有的苏小小从荷包里取出一张折叠的图纸 展开后递给他 第268张开张 刘四合仔细看了看 眼底闪过一丝惊艳 这些 是你自己画的 是苏小小说 刘四合连连称赞 很新奇的设计 听说你是要开医馆 牌匾打算写什么 苏小小 天下第一堂刘四合 丫头 你很嚣张 刘四合是爽快麻利的性子 没依据对自己的吹捧 也没任何不必要的寒暄 双方的谈话只进行了不到一刻钟 你说的这些 我都记下了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没了苏小小说 大概几日能完工 七天只要七天 这可是不少东西 刘四合笑道 七日后 若是我没完工 不收你的钱 你去忙吧 苏小小不喜欢东扯西拉 他就爱与这种不废话的人打交道 此外 刘四合开的价钱 也远远低于他的预算 给他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从刘家出来 他去了西头与状元街交接的宅子 大湖口中的张爷爷 是一个身形剑术的铁匠 叫张二柱 比苏老爹年长几岁的样子 有些不苟言笑 天气这么冷 他只穿了一件麻布两当 粗壮的胳膊暴露在空气里 苏小小第一反应是 这一身剑子肉 如今的铁匠都这么壮的吗 当苏小小道明自己的来意 不出意外 张二柱也并不震惊 因为 大湖也来他这里打过招呼了 我想做一些刀具 苏小小将图纸递给他 听说京城对铁匠管制严格 我做的这些刀具 数量有点多 是不是得向官府报备 不必张二柱淡淡地说 我从前没做过这些 适量的刀具 得重新开模 你十天后来取苏小小问道 需要先付多少定金 不用付定金 张二柱也极为爽快 至于具体多少钱 做完了才知道 不过应该 不会超过五两五两 要知道 朝廷一直管制的除了盐 便是铁 铁在古代是很贵的 你确定 张二柱见苏小小一脸震惊 想了想 说道 那就二两苏小小 这是自己砍自己的架 让别人无价可砍的 苏小小最后去的是 周阿婆家 她就在自家隔壁的隔壁 之所以把她放在最后 是因为这桩生意 可能会谈得最久 是大虎的娘吧 周阿婆笑容满面地 把苏小小请进堂屋 倒了一杯热茶 苏小小突然感觉 自己在巷子里出了名 周阿婆的年纪有些大了 巷子里的街坊 似乎不论辈分 都叫她一声周阿婆 你具体想挑几个什么样的 干什么活儿 周阿婆笑着问 苏小小道 我想要一个车夫 四个要同 最好能有两个女要同 懂不懂一礼不打紧 我们可以交 另外 也需要一个厨子 和一个做洒嫂的长工 周阿婆道 别的都好说 就是女要同 在大周 女子行医的极少 姑娘家出去干活儿 也多是做丫鬟 做绣娘 她说道 我试试吧 你明早来我家看看一日 苏小小一大早 便来了周阿婆家 听周阿婆昨日的语气 她只是试试 不一定能找齐 然而当苏小小 看住满院子的男女老少 忽然有点怀疑 周阿婆对试试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这群人里 周阿婆推荐了一个车夫阿中 二十多岁 模样周正 周阿婆道 别看她年轻 做事挺老道 对京城的大街小巷 都很熟悉 苏小小问了阿中几个问题 小伙子不骄不躁的 谈吐清晰 身板也够结实 到了周阿婆这里 价钱就不便宜了 一个车夫五两 这是付给周阿婆的介绍费 至于车夫的工钱 得苏小小另外与车夫结算 苏小小捏了捏荷包 真肉痛啊 药童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 叫小维 十七 从前在别的药铺当过伙计 略识得几位药材 周阿婆道 维哥儿 日后你就跟住夫人了 听到这声维哥 苏小小显些被茶水呛倒 苏小小没再挑到另一个满意的男药童 倒是两个小姑娘入了她的眼 一个十二岁 叫婴儿 小圆脸 笑起来左右各有一颗小虎牙 脸颊上长了一点雀斑 是个灵气十足的小姑娘 另一个是年长婴儿两岁的杜鹃 瓜子脸 眉青木秀 十字 周阿婆道 原先是官家的小姐 家里犯了事 被买去教司方 年纪小 叫司方正养着那言外之意 再过上一两年 她就得卖身接客了 苏小小来到她面前 淡淡问道 你从前是官家小姐 我买下你 你可吃得了吓人的苦 杜鹃跪下来 磕了个头 回复人的话 奴婢本是庶女 在家中也不受宠吧 只要不让奴婢沦落封 奴婢愿为夫人当牛做马 苏小小问了维哥儿与婴儿 杜鹃的价钱 周阿婆伸出手指 苏小小 十两 周阿婆 一百两阿婆 你有点黑呀 不过很快 苏小小就明白 为何他们的价钱 要比阿中贵了 他们是奴籍 买回去牵的是死器 他们将来想走 是必须从苏小小手里 赎身的 并且他们的工钱 比其余人低 甚至不给也行 出自与洒嫂的长工 是一对中年夫妇 也是一人十两 这十两买的是 他们三年的工期 和阿中一样 接下来的几日风平浪静 苏小小一边上学 一边做果子剑的典型生意 七天后 刘四合那边玩工了 苏小小去看了他做的牌匾 黑底金字 庄严霸气 比苏小小想象中的还要完美 就是貌似有点而沉 也不知是什么木头做的 刘四合见小丫头 对住牌匾左看右看 只当他是担忧牌匾的质量 他拍拍胸脯道 放心 风吹日晒 保你一百年不服 苏小小 啥木一百年不服呀 总不会是金丝楠木 想多了 一个街坊里的小木匠 怎么可能拥有 那么名贵的木头 刘四合叫上几个弟兄 把家具与木板搬去了衣馆 该摆的板上 该装的装上 一下午时间 铺子便大变了样 牌匾等到开张那日再挂 苏小小先收在了帐房 又过两日 张二柱也将刀具做出来了 他果真只收了苏小小二两 扶廊中找人算了个黄道吉日 本月十八 一开张 然而就在开张的前一晚 第一堂出事了 第二百六十九张 生意上门 因为第二日要开张 大家伙儿在医馆收拾了一整天 一直到忙到深更半夜 正准备打样时 一个妇人扶着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过来了 大夫 大夫 快救救我儿子 扶廊中刚检查完药柜 听到夫人的叫唤 忙走了过来 我瞧瞧 夫人看了眼受伤的儿子 哽咽问道 我是听说你们人心堂医术高明才过来的 大夫你一定要治好我儿子 若是苏小小或孙掌柜在这儿 就先给人治了 甭管人心堂不人心堂的 没听见 可扶廊中是个老实巴交的主 文言说道 人心堂在隔壁 我们是心开的 夫人打断她的话 傻 你们不是人心堂 她退出去 往牌匾上看了看 牌匾还没挂呢 但总归不是人心堂就是了 她懊恼地扶住受伤的儿子走了 哎 扶廊中想提醒她 患者伤势严重 别那么生脱硬拽的 当心拽出毛病了 然而夫人早就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出什么事了 苏小小端住一波及晒好的药材 从后院走来 扶廊中道 刚刚来了的病人 找人心堂 找到咱们这儿了 我看他似乎是受了伤 人心堂是已经打了羊 大夫都要上马车了 让夫人眼疾手快地拦下了 大夫 你是人心堂的大夫吧 快救救我儿子 我儿子从马车上摔下来了 胳膊不能动我 这位大夫也行胡 是胡家旁之 因医术不错被选到本家来 他比扶廊中年长几岁 留了一点胡子 看上去更老成 也更令患者信任 车夫道 不严重的话 明日再来吧 夫人劈头盖脸一顿骂 怎么就不严重啊 没见我儿子 胳膊不能动啊 他的声音 引来了街边的小贩 与路人 众人好奇地围了过来 胡大夫皱了皱眉 耐住性子 语气宽和地说道 这位夫人 你先稍安勿躁 让我瞧瞧说吧 他从脚凳上下来 妇人的脸色 这才好了些 那就劳烦大夫了 胡大夫让车夫提着油灯 他现场给对方看着 他问道 你哪不舒服 男子道 我从马车上摔下来了 浑身疼 胳膊动不了了 胡大夫轻轻拖起他的右臂 是这只胳膊吗 妇人一惊 大夫你轻点二 胡大夫笑了笑 我心里有数的 四周围观的越来越 胡大夫小幅度地晃动了一下 他的右胳膊 还是动不了吗 动不了 还有哪疼 哪哪都疼头呢 头不疼 胡大夫看了看他的衣裳 还算完好 除了手背上的一点擦伤 并无其余的出血状况 胡大夫与其温和地说道 你胳膊脱位了 我给你接上去 会有点疼 你忍一下 男子一听会疼 立马害怕了 胡大夫耐心宽慰 男子和大丈夫 不要怕 很快地 男子吓得脸色发白 胡大夫一手摁住他的肩膀 一手握住他的胳膊 晃动了两下 在男子的心 几乎提到嗓子眼时 他的一声 给他接了回去 男子大叫一声 以为会很痛 并没有 他争了争 胡大夫笑道 看看能动了吗 男子尝试住动了动 我能动了 我的胳膊能动了 娘 我真的能动了 呲 他动几下 忽然倒抽一口凉气 疼疼疼 还是有点疼 妇人再次担忧起来 大夫 这时 胡大夫笑了笑 说道 别担心 轻微疼痛是正常的 复位后须得休养半月 这半月尽量不要活动胳膊 富人放下心来 四周的百姓 嘖嘖称赞 不愧是任心堂啊 我隔壁的邻居 和他一样的情况 疼了好几个月呢 至今没痊愈 还落了点病根 咋没找个大夫 找了 那大夫不行啊 若是来任心堂 也不必遭那起子罪了 用你们说 任心堂是胡家开的 胡家可是出了一位院判大人呢 以后我也来任心堂治病 你值得起再说吧 这是大实话 任心堂又不是济世菩萨 救死扶伤是有代价的 这儿的大夫医术高明 诊金也比别的医馆贵 这位妇人显然不是差钱的主 立马掏了一个银钉子 递给胡大夫 胡大夫没伸手去接 是车夫接过来的 多谢大夫 多谢大夫 妇人连连道谢 拉着儿子的手就要离开 忽然 一道清冷的声音叫住了她 慢住 你们不能走 众人回过头 妇人看住 自人群后方走过来的小胖丫头 问道 你谁呀 扶郎中也挤了出来 妇人认出了她 是你 你们是隔壁的 隔壁的就要铺倒闭了 来了一家新的药铺 不少常在这条街上 走动的百姓都知道 你们想干嘛 妇人没好气地问道 苏小小看了看她儿子 对她说道 你儿子的伤势很严重 需要抢救妇人的脸一黑 我儿子好端端的 你乱七八糟地说些什么 苏小小正色道 不抢救 她活不过今晚 妇人气鼓鼓地说道 你你你 你咋说话的 你咒我儿子呢 你是不是眼瞎了 没见我儿子生龙活虎的 人心堂的大夫 已经把我儿子的伤治好了 我看你们是开黑店的 来砸招牌的吧 胡大夫的脸色 也变得难看起来 她看向苏小小 冷冷地说道 你们要抢生意 也不是这么胡来的 这位公子的胳膊已经复位了 你们不要在此造谣声势 一个小贩呵呵道 人心堂的大夫都说治好了 他们哪来的胆子 质疑人心堂的医术 另一个小贩嘲讽道 就是想骗点银子呗 妇人冷哼道 你们这种黑心药房 我才不会上当 话音刚落 她儿子抬手捂住胸口 神色痛苦地倒了下去 所有人倒抽一口凉气 儿子 妇人失声尖叫 胡大夫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只是脱个臼而已 头部也会受到创伤 为何会这样